小青星大爆炸 剛剛這首歌小青星大爆炸 其實我會寫這首歌是因為我覺得現在台灣的年輕人普遍的都過得很不開心 這種不開心混合了一種失落然後芒芽 然後不知道未來要做什麼 然後又想要很特別 又不得不順者大家不腳不走這樣子 對就是過得很文創 對然後這首歌一開始的時候 應該說我前兩年的時候去了西安 應該有人聽過這個鼓水 就是我去了西安然後在一個大飯店裡面 然後就是要check out的時候 然後就跟那個櫃檯的女服務生對話這樣 但我就覺得他非常轉 就是非常的 不是說他看不起我的轉 而是說他對於他的就是在那個櫃檯當一個服務生的那個 整個那個 就他也沒有要服務你 他就是很轉 他覺得他在那個五星級飯店裡就是氣餘喧嚷之類的 那當然就很詭異 蠻好笑的 然後我就一直在想 是為什麼 這件事到底是為什麼 他為什麼會有這種反應 因為其實這不是一個工作嗎 對 然後結果我走出那個飯店 我看了那個西安的路上 突然就有點明白了 因為他可能要走進那個飯店 在那個位置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 他很容易的就可以比 可能他家鄉的人要好很多 要體面很多 可是回到台北的時候 我覺得這件事已經不會發生在台灣了 因為我們跟身邊的人都差不多 因為台灣已經沒有什麼成像差距了吧 他們這不是主要的原因嗎 所以 我就是從這個事件發現了 我覺得台灣的年輕人 很憂鬱這樣 然後當你很憂鬱的時候 會做什麼呢 就是會打開你的電腦和手機上網 然後把時間都消耗在上面 對 對 好 小星星 剛剛已經聽了四首了 還滿意嗎 對 如果滿意的話 等一下可以記得帶一趟走 不 記得要結帳 好 那我接下來要唱的就是 在專輯裡面的第五首歌 就有被當作之外 不過我今天真的不是來買CD 就是來跟大家聊聊天 但我們全公司就只有我一個人來了 多麼親密 對 因為我就是沒什麼特別 之外 之外是我的好朋友 小鹿 他在 他寫了歌詞 然後 他 我覺得他是被言語霸凌 霸凌 被言語霸凌 然後他寫了這樣的歌 對 然後我把它放在這張專輯的第五首 因為他的這個詞意大概是說 一邊你在那邊 講一些霸凌話 一邊 我就不care你這樣子 對 那當我把它放在這個第五首 跟這個title曲相對的位置呢 就是 想要說就是 如果我們 感受到挫折 有一種解決方式是你 刻意的剝裂它 但是 如果它變成一種冷漠 或者是 無感 我還是要給你解決方式